沒有任何一個地方是沒有霉菌的 黃色帳篷上頭盤滿密密麻麻的黑點 這些全都是因為潮濕而產生的霉斑 散發出難聞的氣味 上頭還吊著一串之前客人留下來的萬聖結裝飾 那就是整個床都是濕的 包括被子啊什麼都是潮濕的 全身包濾鏡 但是維米水啊 然後隔天然後起來 就是皮膚也整個都過敏 蔡小姐好生氣在臉書上PO文 說她花了6200元 卻住到一個發霉的帳篷 告訴網友千萬不要花大錢 網美當不成變網媒 引發網友熱議都說太誇張 6200都可以直接買帳篷了 時機來到位於苗栗大湖的露營園區 一帳收費6200真的不便宜 但業者強調客人來到這裡 帳篷都搭好了設備齊全 可以兩手空空過來還提供餐點 我覺得住起來蠻舒服的 每天也打掃蠻乾淨的 那你對他們這個收費呢 收費我覺得也蠻合理的 面對客人指控業者也喊冤 山上氣候潮濕 帳篷難免有發霉的狀況 自己的氣候就這樣 好好好 你們沒有清嗎 沒有固定清嗎 這個要怎麼清 這個氣候的關係 事後業者火速將帳篷換新 也承諾退廢即滅火 碰上肺炎疫情 大家都不想待在室內 蔡小姐開開心心出門錄營 想放鬆一下 卻碰上發霉帳篷 真的讓人心情不美麗 記者彭志明公寓的李雲杰 苗栗蒼報導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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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